好,我們今天來做油飯 首先先加入兩杯長糯米 會用長糯米的原因是因為長糯米比較不黏 它拿來做電鍋的油飯比較適合 因為如果你用蒸的話 它通常下面會加一張布啊什麼的 讓它不會黏住 那記得糯米一定要先洗過 然後再泡水 如果你先泡水再洗 它就一定會破碎掉 它會變比較脆弱 那你就多洗幾次 洗到它水幾乎是透明狀為止 然後洗完了以後大概泡三到四個小時 水適量因為熱水到時候會倒掉 所以也不需要說去算多少 然後這時候加入鍋裡面加黑麻油 那黑麻油一定要用小火 如果你不用小火的話黑麻油會苦 所以一下小火開始燉的時候 不是燉啊 把它開始憋那個油 然後香味出來以後就可以加入糯米 大概炒一炒炒一炒炒到它的水分全部乾掉為止 最主要的一個步驟是 你泡過的糯米啊 你在拌炒的時候記得要這樣子慢慢的慢慢的拌 然後慢慢的推它直到麻油跟糯米完全結合 這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差不多 你看到那個水差不多要乾的時候 就加入一小時的白胡椒 加入一匙的醬油以及一小時的五香粉 然後再把它拌炒均勻 一樣慢慢推 然後等到混合均勻之後就可以關火囉 最後呢把它鋪平 讓它受熱均勻 蓋子蓋上 讓它在裡面先小燜一下 放在旁邊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做別的事情了 首先我們先泡香菇 那因為我們剛剛 我們大概兩杯糯米嘛 所以我們泡香菇的水就用兩杯 那這個香菇的水到時候會拿來澆在飯裡面 所以要記得 如果你的香菇是可能比較 品質比較不一樣啦 那有些香菇泡出來的水會很黑 那那個很黑的水記得要倒掉 接下來我們大概準備兩百克的豬絞肉 或者是豬肉絲都可以 然後加入一小時的白胡椒粉 然後小半匙的雞粉跟小半匙的鹽 簡單的攪拌就可以了 蝦米兩大匙 基本上油飯都一定會加入蝦米 那接下來的乾... 這個干貝就不一定了 那我還是把它加進去 因為我覺得可以增加風味跟增加口感 最後用米酒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讓它浸泡一下 接下來我們準備兩粒大蒜切末 最主要是其實很多人都是用薑啦 那因為大沛不吃薑 所以我這邊就用大蒜代替 然後把香菇切絲 那個地其實還沒有泡得很乾 所以有點難切 泡得很濕潤 這時候加入適量的橄欖油 跟加一些些黑麻油就好了 盡量不要全部都用麻油 因為麻油比較上火 等到黑麻油的香氣出來以後 就可以下絞肉或是肉絲了 把它炒到大概五成熟左右的時候 就可以加入大蒜 蒜末或是薑末 看你準備什麼輔料 這時候就可以把小火轉成中小火 然後大概九成熟左右啊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加入干貝 跟加入蝦米 這時候 它原本泡干貝跟蝦米的米酒 要把它留著 等一下再加入 等到差不多肉全熟 然後那個油開始被煸出來之後啊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加入香菇絲 等到香菇的香味都跑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下油一大匙的油蔥酥 油蔥酥非常重要一定要下 只要油飯沒有這個東西基本上是不會好吃的 所以油蔥酥是油飯的靈魂啊 就像小當家說 那個豆瓣醬是四川料理的靈魂啊 然後加入米酒 把剛剛泡的干貝跟蝦米的米酒加進去 然後再加一大匙的醬油 接著加入一小匙的白胡椒 等到米酒收的差不多以後 我們再加入泡香菇的水 然後把它煮開 煮開之後關火 然後把它加在剛剛的油飯上面 不是油飯啦 糯米啦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把它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裝鍋囉 其實油飯做到這邊就已經差不多結束了 因為剩下的就是用電鍋去蒸它 記得喔 你把它倒在電鍋 倒在內鍋裡面還是要把它鋪平一下 然後外鍋加入一碗的水 或是一杯的水 然後把它拿下去蒸 蒸的時候記得 跳了以後要燜15到20分鐘 第一次開鍋 再加入一大匙的醬油 一小匙的白胡椒 跟一小匙的五香粉 還有一個重點是 如果你想要吃有一點辣味的話 這時候也可以加一些七味粉 然後這時候再加入半碗的外鍋水 或是半杯 然後一樣跳的時候要燜15到20分鐘 然後油飯就做好了 大功告成 結束這回合 超級無敵好吃 而且那個油飯吃起來QQ的 非常非常的好吃